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来跟你们说一下我出掉的包包们 买包包已经很多年了嘛,然后也会考虑到一些保值之类的问题 说一下我这么多,就这么久以来出掉的一些包包 然后我为什么出掉它,我在哪里出掉的它 我出掉的时候亏了多少,或者说保值嘛 就来闲聊一下,然后我会按品牌的分类来说 然后第一个我就来说一下Celine的包包吧 因为Celine的包包我出掉了两个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Celine的夜下包 然后第一个出掉的包包就是Celine的box 因为我出掉的包包我已经没有食物在旁边给大家看了 但是我会把照片放在这里 然后我当时那个Celine的box是非常经典的那个size 不是小的 其实我买它的时候真的是开心的想抱着它睡觉那种 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我那个Celine的box又是大红色的box皮 金扣,就太完美了 当时就真的喜欢的不得了 但是后来我用了以后发现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方形的包包 就是很方方正正的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背稍大一点的包包 如果我要背容量大的包包 其实也有很多小包容量很大 这其一其二是我宁愿背一个oversize的 或者对,就是我很发现我用中号的包包 越来越少了,就喜好变了吧 然后我当时出掉这个包包的时候 我是在视频里面说我要出掉这个包包 然后我的subscriber就联系我说他想要这个包包 然后我当时出给他 也是亏了一点点钱吧 但是并没有亏多少 因为我当时出掉的时候还没有用太久 然后状态也是比较新的那种 没有什么划痕 虽然说它是box皮 但是我觉得还好 就对于我来说保养没有那么难 就是没有什么磨损 因为当时我出掉的时候还没有出 Celine还没有出Teen这个size 它如果当时已经出了 Teen就是介于小号和经典的那个size中间 它没有后来又出了一个size 就可以放得下iPhone的 因为小号是放不下iPhone的 然后当时因为那个size还没有出 所以我出的价格比较好 所以我想说如果我说我再晚一点出掉那个包包 可能我就出不了那个价格了 或者说我可能根本都出不掉 因为大家可能会去买Teen这个size的 然后我出掉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那个subscriber很喜欢这个包包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我出掉包包有一个准则 就是我出掉这个包包 我希望别人喜欢它的 因为我买它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很爱它 然后第二个包包是Celine的笑脸包 就是它们最经典的那个笑脸包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 其实那个大号 oversize的一个号也非常非常的流行 但是我买的是Nano那个size 就是比较小的那个size 然后那个包包我为什么出掉它 就是因为它已经过了流行了 就是你背它出去 对也不愁 就是也不愁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包包 但是就是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火了 其二呢是因为它的肩带很长 就是如果我斜胯的话 它是到我的屁股下面的 就不是我现在喜欢那种斜胯 可以修一下我的腰身啊 或者说我可以这样背的那种包包了 就是已经不是我的喜好了 然后它的优点就是它毕竟还是一个经典款 就是Seline现在也都还在出笑脸包 现在也都还是很多人买 可能中国的很多人已经不买笑脸包了 但是其实它在国外还蛮火的 就还是很多外国人喜欢的 然后我那个颜色是一个就是介于橘色和红色中间的颜色 不管是秋冬杯还是春夏杯 也都是很百搭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的尺寸是Nano 就是如果你是大一点的那种Seline的笑脸包 就不太好出了 但是现在因为流行小包 我那个又是Nano的那个size 但是我出那个包还是出了蛮久的 因为它毕竟不像Seline Box 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艾玛舍的包 或者说香脸的包 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个包确实已经过时了 不得不承认 那那个包呢它确实是 它是荔枝皮的 所以它很耐磨 基本上没有什么磨损 那个包我是在那个二手网站上出掉的 我把名字打在这里 然后那个网站是based在巴黎 就法国 就离我比较近 其实我觉得有些网站 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呀 美国那些我也知道 但是离我比较远嘛 然后我把产品寄过去 那些也比较麻烦 还有牵涉到税的问题 这样那样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一个 based在欧洲的网站 然后那个网站就是你可以寄去它的 因为那个Seline的笑脸包 我已经没有票了 就是我虽然是在装柜买的 但是我买的时候 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出 就是没想到自己会把这个包包出掉的 就当时买包 真的是一股脑买 也不知道可以出掉20包包 当时的时候 现在的包包的小票我都会留着了 就是长了个心眼了 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是在装柜买的 但是不认识你的人 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疑虑嘛 但是那个网站就是 你可以寄去它的那个中心的 因为有人给你鉴定 然后这个是真的 然后它再会发给买家 然后你可以中间周转一下 然后那个买家需要付的 就是它中间周转的这个检测的钱 或者它需要清洁那个包包的钱 我觉得这样大家都比较放心一点 也不是说想不想起人的问题 因为大家毕竟都素不相识 然后那个包包我就是砍了半价出的 那个包包就真的是亏了非常多 当然我也用了很多年 这个笑脸包 其实我比Sellingbox用的久的多的多 就我觉得我是用到了它 而且是尽力的用了它的 就尽兴的用了它的 所以就算是亏了一半的价格吧 至少亏了一半的价格 不止 但是我抽到它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毕竟我再也不会背这个包包了 我还是希望它 因为它管是它的状态什么都还这么好 我还是希望有人可以 对驾驭它 然后用它来搭配啊那些 就Selling的笑脸包 说不定哪天就翻红起来了呢 不一定 而且那个包其实非常实用 就什么都能装 iPad什么的也都装 容量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喜欢Selling笑脸包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二手网站 因为有些真的质感那些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可以起码比专柜少一半的价格 或者三分之二的价格 我基本上是比现在 因为现在专柜是1900欧好像 然后我是比现在专柜的价格都还少了一半不止 对 就是非常低的价格出掉的 因为那个二手网站它会收那个commission 就是我卖掉的价格不是我收的价格 他们网站会扣我的钱 所以我其实买出去的价格非常的不划算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如果我不用了 我放在那 我心里会更难受 就是还不如出掉的对吧 然后我来讲一个巴黎世家的包 巴黎世家的包我就只有一个就是机车包 然后当时就是机车包流行的时候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一个机车包 然后当时的我也觉得机车包就是我的包 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随意一点 穿的平时也穿的比较男性化 那个时候啊 现在有时候还会穿的比较淑女一些 然后我就觉得机车包是我的包 然后当时我就买了一个羊皮的 然后是一个中号小号 不是太大吧那种包包 然后那个包包是我生完宰宰以后 就背了几次也背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那个包包是一个做旧的皮 所以它是完全看不出来什么划痕的 但是我出掉这个包包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我已经不喜欢机车包了 就是我现在对巴黎世家的包 就算你现在给我看机车包我也不喜欢了 第二就是它是羊皮的 它很垮 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有型的包 除非是那种比如说Lindy这种 我可能就想它夸一点 但是我一般来说我还是喜欢那种 不想要太软太夸的包 然后那个包稍微有点肿 因为上面有毛钉啊那些东西 然后对于我当时要放尿布啊什么的 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然后这个我就出给了我的一个 虽然它也是算是我的subscriber 但它其实是我现实中的一个朋友 对我当时好像是七折 还是多少折出给它的 然后因为当时 而且我是按照欧洲的价格出给它的嘛 因为它在国内 欧洲本身就比国内要便宜 因为当时那个包还很火 其实现在机车包就已经出不到这个价格了 现在的机车包卖不起价 因为已经就像Celine的笑脸包一样 已经退流行了 我当时卖的时候就它还在流行中 所以我卖的价格还可以 虽然亏了 但是我也不觉得亏了 因为那个包我真的不会备了 而且我后来就很不喜欢那种复杂的包 就那些金金甩甩的东西我不喜欢 所以我出的那个包还是挺高兴的 你现在再叫我买 我也不会再买巴黎石家的包了 LV的包 我出掉了一个邮差包 因为邮差包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我当时也有讲过这个故事 是别人订的这个包 它订的时候就是万千人都在求这个包的时候 而且当时邮差包的价格也不是太 后来LV一直在涨价嘛 当时涨价不是特别厉害 然后那个邮差包 然后它找我订了 然后好不容易订到了 然后它又不要了嘛 对 然后我就想说这么难订到 我自己收了吧 因为我还是挺喜欢买包包那些嘛 我想说那我收了吧 结果当时如果它不订的话 我是不会自己去买这个邮差包的 它的优点就是非常的能装 然后也很好搭 很随性 确实很好看的一个包 但是我为什么出掉它 就是因为它不适合我 就是因为我就跟Celine的box一样 我好像不喜欢那种方方正正的那种包 还有就是它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大 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那种不大不小的包 就要么你就再小一点 再可爱一些 要么你就再大一些 再能装一些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包 然后我的那款是全老化的款 后来它们不是出了拼色嘛 因为我是最早的一批买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都还没有出拼色的邮差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包不适合我 其实它没有缺点 唯一就是它那个开扣就是有一点点 有时候会不好开 但是都不算缺点吧 然后这个包包我其实出早了 因为我当时是 我当时说我要出有拆包的时候 就非常多人来问我 因为当时有拆包真的很难卖 而且也很火 我都没想到这么多人问我 我当时想说出不了我就再用呗 就是我就很平淡的那种心态 然后我就一个一直关注我的妹子 就出给了她 就是我还是想要先出给就是跟我比较熟的人 对 没有那么多有的没的的事情 然后那个包包就是 好像它那个手柄那个地方 如果淋了雨它会有一些那种小点点嘛 当时我以为有拆包就长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淋了雨或者沾了水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后来是那个妹子提醒我说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就说那我再给你少点钱吧 因为我真的没发现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反正那个有拆包我出的还 对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后悔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放到现在出 我可以出到很好的价格 第一是因为直到现在有拆包还是很火 第二呢就是经过LV的几次涨价 现在有拆包的价格又是又翻翻了嘛 所以我现在出其实跟我当时出 说不定还比我当时出的价格更好 只是说需要在家里多放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出包包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永远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就比如说我那个Selina Box 我放到现在 我可能就出不了当时那个价格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包包之后还会不会火 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出一个size 所以说出包包有时候也看运气 然后有拆包这个包包 我是觉得很适合一个type的女生 就比较走文青路线啊 然后比较文静拿起来 就是它很适合一类的女生 我觉得那类的女生背起来会非常提它的气质 会非常好看 但是不适合我 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出掉了 然后我希望就是拿到它的人会很喜欢它吧 反正我出掉的包包 我都希望拿到它的人会好好利用它 会很喜欢它 然后我还出掉了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就是花园包 我是当时是买三六的 因为当时其实我买的都是流行大包的时候 然后那个颜色我很喜欢 当时就不懂爱马仕嘛 也觉得爱马仕应该是很贵那种 然后有一次就走进了爱马仕 然后就看见这个包包 然后我就觉得说 白色和黄色的拼色 然后我就说好年轻 然后不像我想的那种爱马仕 好老哦 就是好适合成熟的人 贵妇之类的 然后我就把它买了 然后买了以后 其实我也用的蛮多的 因为刚刚好买了以后 就正好生了宅宅嘛 就会有一段时间把它当成妈妈包来用 带着它去旅游啊之类的 那个包包还蛮紧脏的 就是我当时以为它不太紧脏 但是好像没怎么弄脏 可能也是在国外用的原因 就没那么多灰什么的 但是它的四个角角 因为它是奶昔白的颜色 它的那个皮 所以它的四个角角已经有点磨损了 就是磨的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使用很挤 然后这个包包 我也是在那个二售网站出掉的 然后这个包包 我也差不多是砍了半价出的 就是我拿到手的价格 跟我在那个网站上 出掉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就我拿到手更少 但是那个包包其实现在 没什么人买了 虽然它是一个花园包 很经典的size 但是中国人嘛 就是不会再买了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 买的都是三零的size 然后很多中国人 如果说要买一个花园包什么的 都会选择大象灰啊 金棕啊 就之类的 这种金刚色 不会像我一样 就是选一个这么跳的颜色 但是这个包 如果你挂在二手网站上 就很多外国人看的网站上 其实他们是很喜欢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外国人还是很喜欢大包 因为他们要装电脑啊什么的 就是他们没有在走小包的这个 虽然有这个train 但是所以说有些包 可能你觉得说在中国的网站上不太好出 或者你你想出闲鱼也好 因为我是不出闲鱼的 因为闲鱼上很多买家很烦 你可能会想要就是说 你把你的包包 就是不在火的一些包包 放到国外的一些网站上 可能有些外国人会很喜欢 就很容易就出掉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爱马仕的包包 还是说总体来说 还是要比其他牌子的包包好出的 这是我的经验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爱马仕的哪款包包 只要你价格降下来了 就会有人来买 还是要砍一点价 就不像BCK那种 就你价价意价 都会有很多人来问你 像花园包这种 真的就 你得很便宜 也才能出手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LV的 那外付是最大号的 然后那个包包我很喜欢 因为很金用也很能装 每次上飞机我都是用它 我觉得那个包包跟我的花园包 有一点点重复 然后花园包有一个bug 就是你把它背在这个地方 像我比较还算瘦吧 我背在这个地方是可以 咔进去的 就还可以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这个花园包对我来说 没有LV的那个 那外付好用 所以我就把它除掉了 Burberry的一个包 然后Burberry的那个包 之前看我视频呢 也知道 在视频跟我分享里有说到 就是我黑五买的 我买到的时候 其实非常开心的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包 我直到现在我走还是很喜欢 它有一个很大的bug 就是它的肩带非常的长 就如果你是这样背着 背在背后 它会掉到你的屁股下面 太长了 可能这是它的一种style吧 但是我 我不喜欢 我觉得会把我人压矮 用的很少 要不然我就只有提着 或者说那个包包 可以改成斜垮 就去垮一边 然后这样斜垮着背 反正我觉得那个包包 就是我很喜欢 但是我确实不是很喜欢用 就不是很 就觉得怎么搭 我怎么搭 都有点奇怪 然后那个包包我就送给我弟了 因为那个包包 其实Burberry的包出 真的hold不住价格 就是会很嫌疑很便宜出 然后我舍不得 因为我那个包包 首先它是一个彩虹限量 再者就是它很新 很新很新 我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我拿出去 就说是新的包 我觉得都有人相信 其实我之前是挂在了 就是这个网站上 一个APP 然后我现在还是挂很多 就是 但这个APP 比较适合出便宜的东西 就它不是很收那种奢侈品的包包 它也没有一个中间站 就是可以说像我之前那个 给大家推荐的网站一样 就是鉴定这个包是真的是假的 它就是直接卖家和买家 进行交易 然后那个就比较适合出 比较便宜一点东西 鞋子啊 衣服啊什么的 然后那个包包 我当时挂上去 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说 他说他想要这个包 然后多少多少钱 他儿子生日 还是女儿生日 他想买来送给他 然后我觉得他出的这架构 实在是接受不了 我觉得我还不是送给我弟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包包 还适合我弟 因为我弟很高嘛 所以他背起来 那个包包也不会像我一样 拖到屁股下面那么长 然后如果说他斜胯的话 也正好合适 因为他毕竟是个男生 就是他用也好 不用也好 我觉得都比我出掉 就是换一点点钱 对我来说更划算 所以我就把那个包包 送给我弟了 这个包包我并没有 把它出掉 水桶包 我还出掉了一个墨绿色的水桶包 那个包包也是我 之前在跟我分享 跟大家说过的 那个包包我出掉的原因 就是我 我觉得不是我的style 就是我好像对那个包包 就是背起来 我觉得无感 但是那个包包 确实也很适合 某一类型的女生 就像我说的 像邮差包一样 它适合某一类型 很文青的女生 然后背起来就会 非常的好看 然后非常的出彩 但是就是我觉得 我背起来就很一般 然后那个包包 我也只背了一两字 我就把它出掉了 那个包包确实也是便宜出掉的 但是因为那个包包 本身的价格就不是太高 所以亏也亏不了多少钱 就不像什么 Seline啊 爱马仕那种 一亏就是亏一半 就是还是 本身的价格 就比较便宜了 我出掉也是出给了我一个 subscriber 然后他 反正当时我也是便宜出给他 而且那个颜色比较特别 我出掉他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那个包包大部分都是黑一色 就是那些 很normal的颜色 但是我出掉那个包包 是一个墨绿色 一个很好看的 很高级的墨绿色 因为这个颜色真的很特别很好看 然后这个包款也是一个很 就这个牌子很经典的包款 所以比较好出 只要你把价格压下来 就比较好出 至于我到底亏了多少 我点忘记了 反正没有太多 因为我毕竟只背了一两次 但是 我觉得还是划算的 因为你现在给我 我还是不会背的那个包包 就只要是我不用的东西 我都宁愿把它 交给喜欢的人 然后下面一个包包就是 我出掉了一个by far的叶小包 是白色的 因为我有两个by far的叶小包嘛 一个是黑色的 漆皮的那个 我有推荐给大家 好像是我年度爱用吧 我觉得那个包又便宜 又百搭又好看 而且又能装 我很喜欢那个叶小包 然后我就有一个那个白色 然后那个白色的 我当时就是很想要个白色的包嘛 但是我买了以后发现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那个白色的那一款叶小包 比黑色那一款质量要差 当然它也更便宜 它虽然很能装 但是就是我用腻了 我就不想再用了 而且它是那种做的鳄鱼鸭纹的 它的那个白也不是说太白 就稍微有一点点脏白脏白的那个颜色 反正就不喜欢 然后我觉得它的质感有一点差 我就把它出掉了 那个也是我在这个APP上出掉的 对 那个包包其实我只有夏天 就是背了夏天回国那段时间 后来我就没背过 然后我就把它低价出掉了 也是出给的外国人 我觉得这样大家都轻松嘛 其实走平台大家都轻松了 哦 然后我说的这个网站是不会受commission的 就是说你卖掉多少钱 你收掉的就是多少钱 只是买家需要出一个运费 然后它那个运费也很便宜 比如说我包包 我如果单独去邮局寄的话 我起码都是几十欧起 但是那个网站 因为它是大批量发货嘛 它肯定是 它跟那个运送的公司 应该是有合同的 那个我觉得运费都挺便宜的 也欢迎来关注我 虽然我没有什么 没po什么东西了现在 对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想出掉的一些包包 就是到现在没有出掉的 为什么没有出掉它 一个就是miu miu的一个包包 我之前有在我的包包合计里面有说过 给大家看一下 不算大吧 下面这个尺寸 底边的尺寸是25 算大吗 就跟Burkin一个size 然后它其实它容量太渴了 因为它是这样打开 太大了 这个容量 什么都能装 然后它因为它这个一帮很长 所以它是可以就这样背起来的 还挺撒的吧 一个包包 然后因为它又是黑色 但是这个不是miu miu的经典款 因为miu miu的经典款 大家也知道就弄很多褶皱的皮 但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 当时他们出的一个季节的款 然后我还有卡 我那天还找到了 那天 因为我想在那个APP上出这个包 人家问我有没有卡 我什么卡 然后只有想到要有卡的 真的这个真的有卡 然后后面有它的型号和序列号 但是当时我没找到 后来那个说 他说你这个包是什么型号 我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买的时候 我也没问这个包叫什么名字什么的 因为它也不是经典款 但是这上面有写 所以现在我知道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 就是我也联系不到它了 它是那种很耐操的皮 就没有什么伤痕 还挺保存的挺好的 然后也是经口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就是可以肩胯的一个袋子 然后这个袋子 我一次没用过 全新 因为我这个包包 我喜欢就这样子背着 然后我不是很喜欢斜胯的背 我觉得斜胯是 如果这个包包斜胯 其实稍微有点显大 但是如果你想解放双手的时候 比如戴娃娃身后 你就把它扣上 先斜胯一下 抱一下娃娃那些 还是OK的 但一般情况下 我会这样背 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很好看其实 很好看 然后也很能装 也只是说没人看得出来 它是MUIO吧 除非你把这个logo露出来 但这个包包就是出不出去 但是MUIO的包包就是 如果你出很便宜的价格 本身是一个出包包的人的心情 你又觉得太亏了 像我这个包包 我觉得如果你让我第一价出 我觉得太亏了 但如果你稍微卖高一点点的价格 别人就会说 那我不如去买一个二手的LV 不如天点钱去买个二手的Celine了 就是MUIO这个牌子 不是一个太火的牌子 一般二手的包包都出不了钱 出不了多少钱 就连它们的经典款都是这样 何况是一个这种季节款 然后这个包包 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上班 当然我不可能背一个Burking 或者背一个什么去上班 但我觉得这包包比较低调 然后不想弄着也不会太心疼 这种脚脚都还是完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包包如果出不掉 自己用我也OK 我觉得还挺好看 挺时尚的 其实抛开它是不是Miu Miu不弹 我觉得它真的蛮时尚的 其实它这样远看 有点像笑脸包呢 因为它是这种形状 中间这个大的是吸铁式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拉链包包 就还可以放很多东西 就如果它作为一个登机包 我觉得也是OK的 太能装了 反正随缘吧 其实我po在了就是一个APP上面 但是让我再降价 我降不下来了 虽然我包包其实现在已经被我金捡到一个 留下来一些我虽然不用 但是我很喜欢的款 比如说 比如说Chanel的这款流浪包 然后是鳄鱼鸭纹的这款 就是限量嘛 其实很多人问我出不出 但是让我舍不得 我想舍不得 因为这个包其实我也没有说 读太多次啊 然后它又是这种鳄鱼鸭纹的 是个限量 然后它这个因为它是鳄鱼鸭纹的所以它更力挺 一般的流浪包 大家看见就是这个地方会有 那个什么折下来的折痕 这个不会有 因为它就是比较力挺的包 但是这个包其实我背的没有那么多了 第一是因为它的容量不是太大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号 它不是一个容量很大的包 还有就是它太重了 就是它的这个链条 如果我穿西装配这个包其实非常好看 但是我这里会疼 因为我的锁骨它会给我勒着这个地方 然后我会真的会疼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是我锁骨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链子 我看有些人不会太疼的 但是我就特别疼 你看我出掉我真的舍不得 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看呢 这么百搭呢 我就会出掉了 我会后悔的 对 虽然我现在背的不是太多了 还有一个选择的包我想出掉 是选择的255 然后这个包其实是 我有段时间真的是最爱的包 最爱最爱的包 然后这个也是我的第一个选择 意义非凡 然后它是255的中号 然后这个包也是很帅很苦 它什么都能搭 你搭小裙子也可以 然后像我这样今天这样搭这个西装 那也很酷很扎的感觉 然后因为现在价格也涨了 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也不便宜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28的尺寸 就是它本身的价格就挺贵的 它不是一个mini 不是一个小号 但是我当时买这个 因为这是最经典的size嘛 然后我也很能装 它里面很大 就连补了我相机什么的 也能装进去 对 然后里面我给它配了一个内胆 因为之前我都没配 后来我发现 就是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 因为它这个包 就是它是那种 我之前都这样放着嘛 现在我都躺着放着 那这样放着 它会有一点沉重 所以这地方就会有一点折 然后我就给它买了一个内胆包 现在让它躺着睡觉 让它恢复一下这个形状 因为其实这个包 它是可以折的 它不像双C那一款 这个包拿出来的时候 Sales给你拿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折的 然后它当着你的面 把它折好 折成一个包的形状 就很酷 然后这个是非常耐操的油腊皮 它的链条脱色了 就你这样看看不出来 但是我其实知道 我仔细看我能看出来 然后我就拿去想那样 我说我这个链条脱色了 他说链条脱色很正常 我们的链条都脱色 我当时能把眼掉翻出来了 然后我想说你链条脱色 有脱色 完全这么底气这么足 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你可以拿回去 重新给你刷颜色就可以 他们家的包 反正跟我讲的是 两年保修 我这个已经超过两年了 反正就要自己出钱 我买一个这么贵的包包 你保我两年 我宁愿它像爱马仕一样 就是说之后 如果你想拿去维修什么的 自己出一点钱就可以了 就回到原来 那个工匠手里给你维修 我觉得这样我都还可以接受 而且爱马仕的钱 其实不是太夸张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我看还有人说 它的这个脱色了 它就让它一直脱脱脱 以后脱出来 就是一个银扣 就当成一个银扣来用 我想说它也是挺乐观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袋子嘛 然后这样看其实是很好的 是不是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边边 里面藏进去的这个边边 它有点融边了 它有种融边的问题 LV如果有融边的问题 你可以是直接去LV 然后LV会给你换个保护顿 它会给你处理的 然后这个我拿去小奈友的时候 小奈友说 你这个已经过了保质期了 就是他们所谓的两年 然后这个你得 我们先送去巴黎 然后给你估价 然后这个价格发给你以后 你如果能承受 然后我们再给你修这样 然后他说送去巴黎 估价这个时间 大概就六个月 他说如果你要修这个地方 你得把这整块皮换掉 所以他不能只修这个边边 就一整块皮都要换掉 然后这个价格可能也不会太便宜 因为你要换你一整块皮嘛 然后我当时其实听了 就很生气了 真的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 想要的售后期 居然这样 就是 而且这个包现在已经涨到五万多 六万的价格了 你这个服务 你拿得出手吗 你这个质量 你拿得出手吗 你卖得到这个价格吗 所以我现在其实不怎么买 就是不想买小奈友了 真的 我现在另外一个小奈友的背包 我很喜欢的嘛 我之前爱远品有说过 我都拿回去修了 因为那个背包还没有到 那个期限 没有到两年 然后他就勾线了 就是他上面不是有 这个菱形条纹 不是有这种线吗 然后我那个背包就这样 这么说 撬出来了 对 当时那个seals就说 你可能得修 因为这个线就是 他会越撬越多 因为他撬一个之后 他会另外一个撬 另外一个 我想拿去修 直到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多久 两三个月了 都还没给我 但那个小书包 我是很喜欢的 我是不会把它除掉 吐槽了一顿小奈友以后 就是我现在就对他们家的包 就是没有那么感冒了 所以这也是我转战 爱马仕的一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它保质 反正我爱马仕的包 还没有遇到什么售后的问题 这个绒编这太夸张了 而且这个链子 这种掉色 他说这链子掉色很正常嘛 然后他说你会拿回去 给你刷一下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说那它还会掉色对吗 他说对的 我说那我岂不是 我说多久掉色吗 差不多两三年就会掉色了 就刚刚是过了 他们售后的那个时期 就会掉色了 然后我就说 那我岂不是三年 就重新刷一次 然后他说对 朋友们你们评评理 你们这么贵的包包 反过来说这个包包 然后我想出掉的原因就是 我用腻了 因为这包包我用了很久 然后我也很喜欢了很久 然后我真的是对这个包包是很有感情的 然后其实你现在让我这样背起来 我就觉得好好看 好酷 但是就是有点用腻了 说实话 但是我现在没有出掉这个包包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比较流行小包 如果你出掉这个size的包包 不管你原价 其实这个原价是更贵嘛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更大size的包包原价很贵 但它在二手市场的价格不一定更贵 然后我觉得想要的包包 其实你多留几年 没有关系 它还是会涨价的 就是等它涨价了 或者等它再回复大包的流行的时候 我再去出掉这个包包会比较划算 因为我现在也不是说 我得把这个包包全部出掉了 然后去凑一个什么什么钱 也不是 所以我觉得可以等一下 我就等一下咯 最后一个包包 我相信所有出包包的人都会对它 颇有威慈一个孩子 就是Prada Prada包包真的是能不买就别买 就根本出不了价格 对 就是你肯定会亏惨的 是一个就是可以背的那种钱包 然后它是一个黄色的 今年又开始流行黄色了 但是Prada已经不流行了 包包我就不想出掉 因为我想出掉 但是我觉得我出给的任何 就是不管我什么价格 出给不管什么人 他都不会开心 因为这包包已经被我用的 就是很磨损了 因为我出掉的包包 我还是会 我觉得比如说像这种磨损 就太明显了 如果其他包包我出掉的时候 有一点点磨损 我都会觉得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人家买到还是会很开心 都很OK 这种我觉得我愿意出掉它 但像这种四个角角 都已经被我磨成这样了 因为这包包确实用了蛮久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们家质量真的很差 所以它已经四个角角磨损成这样了 我就觉得出掉别人会 首先我很低价格出掉它 我肯定不高兴对吧 因为我买的价格前而言还 对 没有到很贵 但是也是钱呢 然后我出给别人 就算那个人用很便宜的价格 买到了这一款 他也不会开心 因为他看见这个 这个他说都烂成这样了 因为毕竟不是他用成这样的 他没有感情 然后里面这个链条还挺新的吧 就它是可以这样穿过去 然后斜化在这里背的 还蛮少女的 因为这个颜色和这个 Prada的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 然后现在也还在出 而且涨价也涨满多了 就是还挺年轻的 我觉得这个 然后这个当时好像是说 是可以拿去专门店 去清洗啊或怎么样 我后来就没有拿去问了 我想说 他就算再怎么样 他也不可能把我这个脚脚修复好吧 然后这个其实国内有很多 这种修包包的嘛 就是你可以重新上色 然后再给你处理一下 就像新的一样 但是处理过的包包 在二手市场上 是卖不起价的 就是他所谓叫 他已经处理过 已经修复过了 然后这个包包 我想说 要不然就给我妈 因为只有给我妈 他不会嫌弃 然后我给他 然后他可以拿去找家店 给他修复一下 如果他嫌弃的话 就修复一下 如果你修复了 自己用 其实OK的 没关系的 首先我不会再用了 我实在是不会再用这种 我现在真的 绝不会买那种 我脸安全的东西了 不管是什么 Kaley to go 那种我也不会买 我真的觉得 每次换卡 其实这里面的卡包很多 就每次要换卡 插进去 我觉得好麻烦的 而且我不喜欢 这种扁扁的这种包 这种包款 就是如果你走过 买包包这条路 大家都踩过雷 都买过一些 当时很喜欢 一时上头 后来又没怎么用 或者后来又发现 质量不行的包包 肯定大家都遇见过 然后就是尽量避雷吧 然后尽量在卖掉的时候 就你不喜欢的时候 用意的时候 我想告诉大家 包包真的是会用意的 用意的时候 你出掉的时候 不会太心痛 现在我买包包 我个人买包包 我就会想 嗯 十年以后我会不会背 如果十年以后 我还会背这个包包 我才会买它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废话有点多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也可以给我留言 拜拜